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 这边是北京的国贸 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啊 看到那个大裤衩没有 这边呢 都在这里建设高楼大厦 相当的正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带带大家体验一下在北京一个明星开的饭店 丛隆大哥 开的那个港式餐厅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以及这个味道怎么样 北京呢 有好几家店啊 这边是国贸店 全是高楼大厦 到前面去 你上哪个 你上哪个 咱去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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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应该是在五楼吧 从这边上五楼 这边上五楼 这边上五楼 我 我又叉叉叉叉叉吃了 我又叉叉叉叉吃了 我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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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景观 有景观 必要先看对 哦 咱们牛郎 一个人点一个差也够吗 正常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分量我看分量还可以是吧 还行吗 我怕等一下分量不够就多点点吧 我米饭是外加是吧 是单点没问题 他这边是需要等号的呀 怕他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环境确实挺不错 谢谢你啊 这边点餐是吧 可以可以 现在就可以点了吗 可以点 这边点一个 看一下 点一个那个这个 发火手机撒花 对就一个菜可以吧 可以啊 ok就一个 米饭需要吗 需要一碗米饭 在这先付钱吗 不需要后面再付也行 后面再付吧 我看啊 我后面再付 可以可以 大家都是点这么多啊 这个环境 第一次到这种高端的餐厅吃饭 第一次到这种高端的餐厅吃饭 柠檬水 他这边服务都挺好的 这边的餐厅都是透明的 环境挺好的 嗯 点了一份有机花菜 刚刚倒了一个菜啊 花菜 这个米饭不够还可以加吗 出钱可以吧 不能去是吧 ok 他这个米饭是不够的话 是不能再去了 出钱要看看这个质量啊 这个花菜 混天还挺足的 里面好像有这个虾仁 还 刚刚已经是吃完了 现在准备去顾款 看看这个价格是怎样的 刚刚一共是花了53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挺意外的吧 在这种高档的餐厅吃个饭 也只花了56块钱 你放5块钱一份 如果你吃的比较多 那肯定有点不太够 但我的话刚好吧 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